美国国会外委会访问团拜会立愿议场 这也是台湾关系法生效44年来的第一次 蔡麦惠落幕 中共国台办报复驻美代表萧美琴 她随即与戴嘲讽的表示 哇 这是第二次了 马英九结束访中行程 而针对国台办主任宋涛 前一天称两岸事务事家务事 陈奎严厉驳斥 指挥中心宣布4月17日起放宽口罩规定 搭乘大众运输可以脱口罩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 先唐人亚派晚间八点新闻